人间苦空无常 远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纵世尘道 大家好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集的 《知书式礼》 里面的第四集 上一集就提到 John Masfield 里面的 Sea Fever 就补充一些东西 因为上一集 我们讲的是英国的诗人 那位诗人 由于他的背环 他本身是 他自己在 Havishet 那里出生 亦都在英国的 Kings School 里面 读过书 记住不要搞错 这个不是Kings College Kings School 就是Warrick 在Warrick 他当时 当时都要读书 Train it as an emergency man 就是一个水手 但是Merchant 是那些商船里面的水手 跟运货那些 在运货那些有点不同 因为它是Specially for Merchant 那类型的 好了 那就不是 类似普通航海那种 是有点不同 有点混油 那在1895年 大家可以想到 那个年代 他曾经离起了一只船 于是就走了去 这个New York City 那去到那里 就做了什么呢 就做这个 carpenter 就是在一个 亦都不可以叫carpenter 是一个做地震的 一间工厂里面 在里面 即是谋生 当时很多人都走一走 就是 美国那边去找工作 去工作 是一个热潮 那在他回到英国 回到Lindon的时候 他就开始 就又 开始写诗了 那写诗的时候 他就 将自己 在海里面 那些experience 就是他曾经 走过海 走过船 那他将那些experience 说出来 那后来他就被英国 就是 被誉为 是一位 是一位 很出色的诗人 是一个文学家 那当时已经去到1930年 那好了 那我们再看一件事 那今集 补充一点上一集 因为我想以后 那些每一集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连贯性 那你才会 之后我们讲今集 大家可能会 容易脚硬一点 那上一集 那我们看过英国的诗 因为他怀念海洋 所以他经常都说 I must go to sea Go to the seas I must go down to the seas 那这里呢 我们再看一件事 他说 I must go down to the seas again OK 这里 to the lonely sea and the sky 好了 那你看到一件事 I must go to sea again to the lonely sea and the sky 这里其实是很顺的 这件事 And all I ask is a tall sheep 那这个 sheep 就是跟 之后那个 And a star to stare her bide 那这里完全是拍了 好像上一集我所说的 他外面那个 那个pictures 整个画面 已经投现出来 那好了 那好了 A star to stare 那 他没有star to stare 其实很 听上去很logical 但其实 作者用字的时候 是特意去筛选过的 一定的了 那每一次呢 他们都会重复回 I must go down to the seas again to the lonely sea and the sky 那以前的人是唱出来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看这篇诗的时候 但是 因为至少 我想 都差不多有 短短四十年了 真的有时 到我现在 有时看 跳下跳下跳下 真的有时 反过来有时 有几段落下 都不太记得了 有时拿开一张纸 真的不记得 但是大概知道了 好了 他还有一个 例如说 我最喜欢的 例如说 shaking breaking 他用这些字 那个dump breaking 还有这个sales breaking 那另外 他也有说到 很多 例如说 over 他说 比如说 是这个 这个rover 然后他用一个over 两个字是一个 两个同音的 就好像我们有一个 额韵 那样的 那好了 英国的诗人 例如这个John Edwin Madsville 但是我经常叫他 John Madsville 他是生于这个 1878年 去到这个1967年的 那这个是英国的诗人 因为很出名的诗人 那今天我又转一转口味 就讲一个美国的诗人 那讲到美国的诗 大家都会在想一样 喂 美国的文化 其实美国 都是讲英文而已 不过可能他们是美国的口音 就算英国都有不同的 口音 有不同的accent 但是我们都会听得出 有不同的香音 或者哪里都好 一定有口音的了 就是说真的 有什么东西 那阿Kin是上海人 有时候我讲话 我自己都讲些 廣东话 都可能有些口音 那好了 那就回到正题了 那今天我要讲这个 就是因为是美国的诗人 而美国的诗人呢 有时候我们看诗 你要记住 无论是 将来你看到有些诗人 比如来自南非 或者其他地方 他们可能在南非长大 在非洲 他们是白人 那但是他们或多或少 都会受到他们的时代背景所影响的 那所以他们作的东西都会不同的 比如有些诗人 他们是黑人来的 他们去到不同的 比如说是 比如解放这个黑牢 或者在不同的政治背景底下 他们有很多时候 他们用的演绎方法也会不同 那但是当然 他们也都 比如他读出来 他当时朗读的诗 他们的高低调子 和他们用的字都会不同 有时候你会问我一样东西 我以前曾经教过书 那时候我是教这个 company law的 也有教过 contract law of contract 也曾经有段时间去代课 都有教过的 那很多时候 那些学生就会问到一样东西 曾经有些读书 就说 为什么有些情况要讲 grammar 有些情况是 你连grammar都不用讲的 譬如可以 例如很简单 我今天所讲有几首诗 到时我不是读错 阿Key不是读错 是那首诗的作者 会写到这样的 例如他会用到一些字 就是说 譬如说 you is suppose我们用you are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说 当时诗人他作是有特别的原因 那他就会有些情况下 他会用 譬如今天就算唱歌 诗歌也是 歌词也是 不一定跟着 grammar 有时是 今天是错 grammar 讲得直接一点 但是他要压韵 他要为了他那种style 有时未必要压韵 尤其是美国那一套 他们更加会做到一件事 就是说 那位作者 他要突出他的style 譬如如果他是一些 他特意去突显一些低下层的人 他就会用回他们 用他们那套说话去说话 那这里我不是有歧视 或者是怎样 大家都知道 譬如在美国或者很多东西 就算英国也是 有很多人是慢慢的 那他们可能会听 会说 但是他们不会写的 或者有一些是 就算我们中国人那样 去教广东话也好 也有一套system 那我们都要去学过 否则有些字是没得解的 我曾经教过一些西人 他们就问我 为什么你们有这些tones 比如说他们可以用拼音 好像普通话那样 有拼音 但是当然我们 广东话的拼音会多了 但是他可以说 为什么要读你好吗 不可以读你好吗 就是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很多事 就是习惯 就好像我会答一些学生 就是paposition paposition 这是facial word paposition很简单 你不能解释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字 不用另外一个字 为什么 因为习惯了 习惯了这样说 就是这样 就是好像别人 比如我们 英文里面都有的 比如我们都好像 跟我们中文一样 比如我们会说 闪了 喂 收工 闪 英文一样有的 suting I'm suiting 是的 好像流星那么闪 是的 就是这样 一射 一射 自然冲了 就立刻走了 一定一样有这些字 很多时候 比如我们很多时候 女生 我们未必会用 girls 我们在古代 我们很多时候 甚至乎 在akim 读书那年代 我们都会这样的了 he went out with birds birds 那些小鳥 为什么用小鳥 因为那些女生 当时 大部分我们想到的女士 都是穿得很漂亮的 或者化了装 化了农装 穿得很漂亮的 一帮很厌丽的女士 就离开了 她就和那些女生走了 那 我就用biz ok 那好吧 那今天呢 所以一会儿 你就不要问我 为什么 有些情况下 你用you is 为什么会这样 有些是 iophus 有个s 为什么呢 明明用iophus 为什么用了iophus 这样 这个是私人的特质 那好吧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 那我们就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 介绍一首诗 那在美国来说 它都是一个 挺出名的一首 一部份的 那 因为它作了很多部份 那我就特别拿了这部份的 那这部份呢 那这首诗呢 这首诗呢 就叫做这个 Havis Confessions 那拜哪个呢 就拜这个呢 John Barryman's 那好了 那他就这么说的 是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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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首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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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呢 那这首诗呢 这首诗呢 你听不听到啊 有没有留意到呢 继续 那这儿就是我要说的东西了 下不得了 你和帅 啊 现在知录 什尔子 你和你 不脱里 little mr bones i saw nobody coming so i ran instead 他用 coming 然后用 went 一个来 一个去 但他绝对不会像我们英国那种私人的作法 一个用 ing form coming or leaving 或者用另一个 他就用一个 rent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是 adjective 一个是一个动词 你也可以调回 还有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为何用mr bones mr bones很多人都叫bones 一个很coming的一个性 但其实也很隐悔 bones也可以指一堆骨头 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很落幕的 这个mr bones都很落幕 你可以看到 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他都没有东西 或者最近的东西会更差 然后他就说 how you explain that i explain that 你怎么去解释 你怎么去解释 我怎么去解释 两个 parallel 然后他说mr bones 就是说mr bones 就是mr bones 其实看上去很equal 但实际上已经高低了 已经是有一种 有少少classism 在里面的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不是一首英国的一个词 但你可以看到那种主意 然后你还可以说到 他还有一样东西 他用sober sober as a man can get sober as a man can get 当然啦 喝到屁屁 no girls no telephones what could happen back to mr bones 那你可以想到 有些什么会更差一点呢 都没有电话 也行 是不是先的 那不会有些 不会有些什么事发生呢 那他最终了 if lie is a hangarchief sandwich 那当然了 如果我用回美音来读的 我就不会这么读的 我就会用 if lie is a hangarchief sandwich 他用hankerchief sandwich 那他用hankerchief sandwich 用用的 心灵是不是真的 hankerchief sandwich 究竟是不是 那这一道我想大家去想想 那他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 他后面那一字就更加sat 他就说 in a modesty of death I join my father could dare so long ago 他就说 他就说 in a modesty of death dai 或者用其他 bad 他用dare could dare so long ago 不是 ago 他是用agoon 这个也是看得到 agoon leave me 你开了我好久 就是有少少你会看到 有一种感觉 是好像是 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见一些 是有色人士 那他们会早期 我记得以前在伦敦 某一个地方 在一些很 rough的 area 里面 他们都会用一些字 I don't know nothing 或者他应该这样用 或者我把他们的accent 或者 I don't know nothing 那 你可以看到 其实一首诗 诗 诗绝对不是一些 一些是 一些是 资产阶级的 就是一定要是 你是出身名门 网族 是吃饱了肚 无忧 你才可以尹尸作 作对 绝对不是 而一些就是说 诗可以是很讽刺性的 是可以很尖銳的 很欺 就是用我们现在 现时的 俗通做个说法 是可以很尖酸 刻薄的 说到是 很凉薄的 是可以去讽刺一些乞衣 或者讽刺一些生命 其实有少少是类似 好像 他这个诗 他这个是英国 这个是美国 诗人作的一首 一个confession 其实这种confession 真的有少少是 听上去很guilty 但是 亦都真的 寫到去 令到一件事 是攻击到 看无缘夫 就是好像有少少 我看这篇诗 我自然感觉到 是老信 里面 就是 写到的东西 大家想起老信 这位文人 你想到他的东西 是写到 是写到 攻击到 当他要攻击一些东西 那时候 攻击到 是真是 那一层屁 都不会被你留在 完全是 骨都要拆掉你的 是那种的 尤其是孔玉基 你已经看到了 他是奉此 这个科技制度 但是 当然了 今天讲的是英诗 就不是讲中国的诗 詞 但是希望在 《芝士斯基里》 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也尽量做多一点 那来近呢 我们还会讲 欧洲一带的 不同的艺术 艺术史 或者不同的历史 各方面的事情 都会继续做的 那希望 那下一集 可能我们也会有些 东西在一起 那如果大家 对这一集 就是对这方面有兴趣 欢迎大家 subscribe 我们这个channel 我们这个是 是Kim Seng Chi channel的 那 遲下呢 我们也有些 新的course 会推出来的 那些course 将会 就是不要被人 觉得我们 就是理器 就是理器 文思之学研究社 理器 其实风水 就是理器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因为有 其实有 王阳明的理器 就是他的 他的 他个 认以上和认以下 里面的 不同的器 性和器 和仁义上 清流 族流 各方面的东西 进朝 那些 历史 观 以及宇宙观 而 所以才成立了 这个 金森子李希文 才知道研究社 但是这个社里面 当然 我的mission 就不会只是单独 是主要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国学 也都会说明 有很多 不论是文学史上面 艺术史上面 或者各方面的 包括将来的 甚至乎 京剧 乐剧里面 各方面都会去 我们都会 有一些否释 那 还有就是 例如好像 《辛子智库》里面都有的 譬如有一集 刚刚对上那集 是这个 《辛子智库》的第十集 就讲到 《杨贵妃之死》 其中里面 也提及到一个 《妖猫传》 这个《妖猫传》里面 其实你也可以当它 是一个影评 去看的 Anyway 那我就想 这个是少少关子 让大家知道 我们是一个什么的节目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欢迎大家去subscribe 如果未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欢迎大家去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那 《辛子智库》的官方网站 官方的channel频道 就会比较集中一点 那当然 遲些 可能会有不同的channel 会有不同的节目 会推出 那遲些 有些 譬如一些 教heber 或者 还有些 譬如一些greek 都会出现的了 那另外呢 就是一个暑假的了 那变了有一件事 大家有兴趣的 不论你们是一些 学生也好 或者是 父母是打算陪小朋友一起去上堂的也好 我们都会有一些 课程去举办的 那这些课程呢 都会是 完成了九成以上的 出席九成以上的 出席率呢 我们都会颁法整书一章的 那 而 之后就会有一些 类似有一些 譬如一些 普通的 这些 contract drafting classes 有些clause 那有些是 英国文学的 火情 那另外我们也有些 一些是 液经的 唐 那但这个液经 就不是从风水角度来说的 是如何将这个 液经 运用在这个人生上面上面 或者工作的 战场上面的 那另外呢 也都会有一些 诗歌的浪中班 那当然 未必会是我上了 因为我自己都没了时间了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有 我们专业的 很资深的 就是有一些前辈 有一些是 就是 专业人士去做的 那另外 我们也有一些 是 课程会举办 就是会是 是一些 譬如是税务的 或者是其他 是 呃 乱乱种种的 我们都会有的 还有话剧也会有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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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直都有不同的節目 大家就開始會留意到 我們這個Kim Sanji Channel裡面 好像我們另一個Channel 香港026的節目一樣 那個主打是異科學 裡面接下來也會有很多 影片是拍了的 不過現在還在剪接當中 有很多 有些同事和同事一起 大家就一起剪接當中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 大家有興趣的也可以歡迎大家 訂閱我們的Channel 但香港026那邊就可能會講其他 一些比如 大家也知道比如Kim 我現在有一段 我現在有時候會接入一些 在殯儀方面的工作 我自己也會去 有時候會入殯儀館 或者會做 做不同種類的Constation 所以變成這樣的情況裡面 我也會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在殯儀行業裡面 曾經遇過遇到的一些事情 大家可以去 有興趣的可以去聽聽 我也會找到不同的嘉賓上來 大家一起聊聊天 好像茶座一樣的形式 今集就多謝各位 首先這裏 對大家抱歉一件事 因為Kim這段時間上課上課 聲音都沙了 因為現在這段時間都在做很多節目 跟幾個學會一起搞很多 接下來會有很多 Campaign會推出來 所以在這裏支持 止歉 因為今天聲音比較沙 而且現在錄音 這段時間其實我們拍攝 已經是做到今天 我們都做到已經凌晨1點幾 在這個時候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這個節目 OK 但我不是做神秘節目 不是神秘學的 OK 歡迎大家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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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